今天這一集呢是 我的倫座 為什麼會有倫座呢 因為我本來韓國了 好突然 有關注我的觀眾應該就知道 我本來就是 兩三年前就一直說我想要來韓國住 然後一直沒有來 因為後面疫情了吧 加上後面開放之後 我也是跟我朋友們到處 亂玩一波 然後就在這邊租了一個房子 然後我有報名那個 讀書與學堂那種 因為呢我之前在台灣有上那個補習班 但是因為在台灣你就是 不講也不寫也不用 的話就會很容易退步 所以我就是比較會聽 但是我講是真的不敢講 當然主要包括了一個點 就是我本來就很 色恐這個東西呢 大家看不出來是因為我的影片大部分 都是跟我朋友在一起 所以我的狀態一直都是很 開朗然後一直像發瘋的 但是我私底下呢是一個很安靜的美女 就是我不太會主動的去跟別人聊天 所以這個來韓國呢真的是 我一個頭兩個頭 上學啊你就需要 認識新朋友 然後還要講韓文 我覺得這兩個呢都是可以 促使我進步的事情 所以呢我去年好像就瘋了 覺得真的可以搬過來 然後我就真的搬過來了 真的是有一個契機 就是去的念頭 超過了我害怕孤獨的那個念頭 然後就真的自己一個人去了 就從那天起呢就會覺得 好像自己一個人出門其實也沒有怎麼樣 就變得 比較 比較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這算比較怎麼樣 比較獨立 算獨立嗎超無聊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出去吃飯啊然後去買東西 自己一個人還是幹嘛之類的 很正常根本就是平常人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從小到大就是 一直住在家裡 所以我就很想自己一個人會做什麼事情 就是到哪都有人陪的那一種 好緊張喔 因為別人就要開學了我真的好焦慮喔 真的跟大家講不誇張 我真的是那種沒有朋友陪會死的那一種 就是我連讀高中讀大學 就是因為我朋友讀哪間 我就跟他讀哪間的那種等級 就是我會希望啊有朋友在就是會很 安心很舒服你也不用想那麼多 不用煩惱的那一種 因為我在這邊本來就沒什麼朋友 就等於我說的朋友都要 打掉重來 當然一定會有很多人來找我玩啊還是啥的 所以我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就是這還是算是一個很新的生活 對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就要來介紹給你們我的家 然後我要來組裝東西 雖然我家其實就是很空 因為在這邊租房子的話呢 就是都是空屋比較居多 這邊第一個人買的東西就是 韓國的拖鞋 超級無聊 但是因為韓國就很冷 一定要穿拖鞋 好的我要開始介紹我家了 但是因為就是很亂 所以我要開0.5 這樣開起來大一點 大家也比較好看 我們門子來就是櫃子啦 然後這是鞋櫃嘛 我只帶了總共 一二三四五五雙鞋 來韓國 吃我鞋子很多 但是我發現我根本沒辦法 一個人帶那麼多鞋子來 再來是這一層 我找不到位置放的東西 我就先塞在這邊 然後這個是我在超市 買的第一個 穿垃圾嗎 就是易捷覺得 我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的東西 但它超可愛的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打開之後就是那種零食軟糖 然後它有附給你一個這個小熊的罐子 驚喜包 Open 欸大家 我雖然說我還沒這裡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 我的東西可以如此之多 就是呢我是怎麼分的呢 這一層我就是放我的3C 大家也知道我是相機王 所以我能拍照的東西 都幾乎放在這裡 然後第二層呢就是我的 兩個包包跟我的 貼布中藥跟牙套 就有點生活所需 但是又不用一直用的東西 這一層呢就是放我那種電腦包那種 然後這是我陪我的衣服 然後最上面這層呢就是放 衛生棉跟四子巾 這是房東送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送這麼的多 然後一進來這邊左轉就是我的房間 登登 你們現在看很好 因為有床 但是你們都不知道我是怎麼睡過來的 因為我的床跟家具都沒來 我就在我這對衣服上面睡的 腰痠背痛 但是我的床是今天早上剛到的 為什麼它的例子 是因為那個人說床剛開始打開的時候 要讓它通風 再來是這邊 我買了一個體重計 因為需要在韓國 可以繼續變瘦 然後這個WIFI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WIFI機 好像也不能換位置 但我覺得很煩 就它線卡在這邊一坨 我真的頭很痛 這邊呢就是我一些要洗的衣服 然後不知道要收哪東西 然後垃圾 這個地毯呢是我知道我要搬家前 我就從淘寶已經買好的地毯 因為我覺得它超級可愛的 再來是我的廚房啦 就是我家的格局其實就這樣 一點五潤 廚房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垃圾那麼多 但是我現在就是沒有辦法整理出空間 然後這個星巴克杯子 是我那個小姐姐中介送我的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洗手盤可以擦的布 我都找我可愛瘋 再來就是上面的櫃子 其實也沒什麼東西 我就買了一些賣片 想說如果我不敢自己出門吃飯的話 我可以在家吃賣片 然後還有我的 辛龍眼跟青青 我的酵素 這就是我自己在賣的東西 但是這個真的很讚 就是有便秘的人 或你吃大餐 啥的 一定要給我買 我自己都吃了兩三年 這時候超讚 大推大推 然後要買了就可以去我的蝦皮 你們也知道我很少接那種業配廣告 就是我自己很難得一直有在賣的東西 然後我就感冒藥跟 擦用上我的咖啡膠囊 沒有 空了 也是放了一堆東西 我的廁所呢 它就是沒有那種乾濕分離 是我覺得我絕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因為韓國真的很流行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那個洗衣機 我每天都在洗我帶來的衣服 然後我心裡想要丟在這裡 介紹完畢我的家 然後我就要來去主妝家去 go 我其實沒有買很多 因為我真的太害怕 以後如果 要回去還是要搬家之後 那個東西我帶不走 我真的會非常的頭痛 所以 這個影片呢 我就會陸陸續續的拍 然後最後再讓大家看一下 最後變怎麼樣子了 好了 跟大家分享我這邊買的這個刀 紅蘿蔔的 非常可愛 其實 自己一個人的話 你的那個時間 就像Double了一樣 過得很滿 我就選了一張這個 好看又不好做的椅子 給那種要來我家做客的推子做 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大家覺得呢 就是 乾淨透明 因為我覺得透明了 就不會一直覺得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東西在那邊 很佔位置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 選這個款 跟大家講一下這邊買家具呢 我覺得 麻煩一個點就是 因為他們 APP啊 都是要使名字跟電話去買 所以你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沒辦法 有電話跟使名字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 所以你們可以找人帶買 因為有些人就是可能會 收個50塊100塊 然後幫你買一次家具 我是這樣拿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比較 省時間 OK 我們的家具又有一張椅子 跟這個 應該是桌子吧 那麼大張 然後 剛好我有朋友來了 可以幫我組裝 好爽 雖然他力氣比我還脆弱 我們兩個很常 寶太瓶都打不開 我不知道我找一個 這個人幫我 到底OK 會組裝 他應該不需要力氣吧 喔 是這樣子嗎 好啦 整體就是白天的樣子 然後呢 衣服 這個呢 其實我買的超長的 應該可以站到這邊 但是我發現 我位子剛才不夠 所以我就只組裝了一個一半 現在是晚上 所以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如果想看劇的時候 就是可以講這樣 關燈 然後床上四角 就是可以看Nephi啊 YouTube 第一次是你家 耶 介紹完了 然後呢 就是 大家可以 期待一下我未來 會不會在這邊 認識到什麼 好玩的朋友 跟一些在這邊 可能逛到什麼 不錯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如果有問題 可以再問我 改天說明有機會 再回答大家 掰掰